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黑色的火焰峰木贴面 一把特别棒的七弦吉他 这把吉他搭载了一个看着非常吸引的琴桥 这个琴桥的名字叫Evertune 这个琴桥设计非常有现代感 我身边的好多朋友都问过我这个琴桥它的功能和它的使用方法 那今天呢我就把我对这个琴桥的看法和它一些我个人的使用的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首先呢当你把你的吉他买回家以后 会随着吉他附送这么一个小的班子 建议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班子给保存好 因为在你琴桥上所有调节的位置都需要用到这个班子 好 接下来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琴桥所谓的绝对音准的这个功能有什么作用 并且它可以表现在哪儿 首先现在呢我的所有的琴弦全都调成了施交日演奏的时候 需要用的这个调节方法是所有琴弦降全音 那这样我的E弦现在是D这个音 也有开启了这个绝对音准的功能 所以现在我来拧琴头的旋钮 在拧的过程中我的E弦的声音是不会发生改变的 其他琴弦也是同样的 好 并且呢在这个过程中 在我开启这个功能的过程中 如果我进行推弦和揉弦 我的音高也是不会发生改变的 好 那我觉得这个功能可以保证绝对的音准 我认为它的作用呢可以表现在 如果有一些朋友经常进行录音的话 咱们都知道录音的过程中 最让大家头疼的是在我保证手良好的状态的情况下 我需要录一段时间就需要重新调节一遍我的琴弦的音准 这样的话很浪费时间 可能也会让我的状态不如最开始的那么优秀 那当我用了这样的琴弦的功能的话 我的音是绝对不会改变的 无论我是碰到旋鸟 还是我进行演奏 多大力的演奏都不会让它的音发生改变 这些激烈的演奏过程中 你的琴弦音准都不会发生改变 那我觉得它的优点还可以在于 比如说你经常背着你的吉他去演出 那在装进琴包或者拿出来的时候 可能有的人会担心它碰到你的琴头的旋鸟 然后造成你的音会做出改变 或者在演出马上要登台的这个时间 好多人比如像我就会经常担心我的音准不对 那可能我当时因为找不到像调音的设备 或者房间里特别乱 我又没有办法去把音调准 这样导致我的这个演出的效果不是很好 那我觉得开启了这个功能以后 你完全不用担心这些 甚至你在演出的过程中 你都可以不用带任何调音表 这些调音的设备就没问题 好吧 但是呢也有些朋友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就说我在演奏的时候 如果我可能会有一些solo的段落 或者我有一些柔弦的段落 那如果开启了这样的功能 那我在演奏的过程中 我的推弦和柔弦完全是没有作用的 那这个怎么办 其实这个琴桥的绝对音准的功能 还可以通过这个班子和你的调节来把它关闭 那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我是来如何操作的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如何来关闭这个琴桥的绝对音准的功能 首先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琴桥针对于每一根琴弦都有三个可以用 刚才的小扳手调节的螺丝口 第一个在这个位置 咱们拿一线来举例 第一个在这个位置 第二个在这里 第三个在每根琴弦的后面这个位置 那这三个口 这个在琴码上的这里面的这个口 它是来负责调节音准的这个螺丝 那在这个呢是负责调节咱们琴码的高低 来调节你的弦的和品丝之间的弦距 后面的这个口 它是来负责调节你琴弦每根琴弦的8度的音准 好 那接下来如果我想把一线来进行解锁的话 我来介绍一下我的方法 因为官网上的方法可能会跟我的方法有一点点不一样 大家先参考一下 首先把你的扳手固定在这个螺丝里面 好 如果以现在我面对这个扳手的角度的话 我首先向逆时针的方向给它拧着头 然后这样的话可能会需要多拧几圈 它拧到头的话会直到拧不动为止 好 我现在这个螺丝已经拧不动了 你是针哪 Grove 我现在会给它拧不断 possibile 是不是 怎么可能 好那通过刚才的调节 我已经把琴桥的每根琴弦的固定音准的功能 给它全都关闭了 那接下来大家来看一下我在调节的过程中 如果我在拧我的旋钮的情况下 我现在的琴弦音会发生改变 每根琴弦都可以现在做出改变 好并且刚才咱们说的推弦和柔弦 它的音高不会改变这种情况 也给它关闭 好 好 通过刚才的调节 大家可以看到我在开启和关闭固定音准这个功能时候 琴弦的一个特点 那我觉得在使用的过程中 你可以把所有的琴弦全都开启或者关闭这个功能 当然你也可以分着不同的琴弦来调节这个功能 比如说可能有的朋友在演奏这个演出的时候 你的音乐如果你只拿一弦二弦三弦 这些比较细的琴弦来进行solo的演奏 但是粗弦来进行这个节奏演奏的话 你就可以通过刚才的扳手 因为它每根琴弦是单独来调节的 你可以只把一二三弦这个功能给关闭 这样的话你一二三弦就可以进行推弦和柔弦 那上面粗的琴弦你可以把这个固定音准的功能开启 这样的话无论你多么用力的去演奏 或者拧你的这个旋钮 或者进行特别大的力气的按琴弦的话 它的音准都不会发生改变 我觉得这个琴弦它分着每根琴弦 来分别来调节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设计 好 ac 对 好 嗯 我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